而《星島日報》 四大金剛寧軍港股大反彈中央救市建效估八趙江 2015年7月10日要問A02股災之後港股經過前日狂插魚1400點後 在中央密集出招下,胡子終於只跌回升近6% 內地市回穩,帶動港股昨日出現報復性反彈 此一度升近1200點,收市報24392點,升876點 成交如2000億元,終止四年跌 前日急坐的重磅南籌股昨日易急彈 大市由四大金剛撐起,有近半星市點數 來自港交所,騰訊,有邦和尼,共貢獻此453點 分析指,內地去槓桿化漸見成效 港股的孤壓亦有所下降,雖未確定A.股是否已見底 但相信再大跌空間有限,次昨日跟隨A.股低開 大市低開81點,但由於中央全方位救市初見成效 A.股升勢逐步明顯,港股亦同步向上 升勢十級以上,最多增升1179點 創全日高位24695點 雖然臨近收市升幅略為收窄 但仍收報24392點 大漲876點,成交2120億元 全日有超過1500隻股份上升 港交所急升14.8%前日頹勢的重磅藍籌股 盛大市發威狂升,昨日由四隻大藍籌股撐起半邊天 港交所和騰訊前日分別跌8.4%,6.8% 昨日就報復性反彈,分別升14.8%,近8.3% 其中港交所昨日成交額於83億元 為第二大成交額高的股份 以及表現最好的藍籌股 另外,有邦和尼昨日亦反彈 分別升4.8%、3% 四隻重磅股合共貢獻453點 佔昨日升市點數於一半 另一方面,受為中央救市措施初見成效 中資金融股成為大市焦點 連日來急社的證券股 昨日成A股造好大升 西政國際證券大漲於五成 國泰軍安和海通國際同升於三成 另外中國富強金融則升六成八 內銀股同樣造好 重獻銀行 民生銀行分別升於15%、7.3% 證券股成大市焦點大華計顯 香港、策略師李慧嫻表示 內地去槓桿化漸建成效 令到融資融圈的規模減少 相對港股的股壓也有所下降 雖然經過前日的勢後 未確定A股是否已見底 但他相信再跌的空間不大 內地A股回穩後 希臘債務違約危機就是下週港股的不明朗因素 若希臘下週初轉向明朗化 李慧嫻預期下週將於24,750點至25,000點徘徊 時庫金融優月投資服務部顧問黎永良表示 中央已加強救市措施 例如停止新股首次公開發售 IPO等措施A股亦已回穩 他預期A股營會震盪性上升 估計上證指數短期在3000至3300點又較強支持 而港股則在22,500點至23,000點為支持位 新地零一六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陳國威作日表示 未見近日股市動盪對樓市有特別負面影響 而政府持續增加土地供應 公司也一直留意相關投資機會 陳國威是在新地舉辦的一個活動後發表以上言論 並指本港豪宅樓介與世界樓差距明顯縮窄 本部財經組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